我們接下來看這一題 這一題也不難 可是這一題呢 也可以讓我們看見一些有趣的觀念 他說將下列個數呢 化成小數 OK 也就是把這些分數也是要化成小數的意思 可是這些分數看起來好像 沒有辦法用什麼偷吃飽的方式 偷吃飽的方式 所以呢 我們就乖乖的 第一題就是什麼 長處法嘛 17嘛 就給他除以6一下 你得到是2 這邊是12 然後呢 這是50 68 14 18 餘2下來 20 這邊是3 36 18 欸 又是餘2 所以呢 你這邊又是20的話 又是3啦 那又在18又一樣 這邊就一路重複了嘛 所以呢 這邊就是2.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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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循環下去 你就知道說什麼 6 分之17是等於 2.83 循環 OK 我們學會循環的符號以後 你就要常常用 這樣就可以不用寫的露露等了 OK 那第二題呢 第二題的話 17除以55 55分之17也是一樣 我們就用常處法來算一下 17除以55 好 一開始不能除嘛 0 點就是0 好 然後呢 這邊是3嘛 對不對 3的話是 3 乘以15是15 3 乘以15 所以是165 剩50 這個地方是0 不行 再直接補一個0 OK 這邊是9 95 45 45 95 45 會是495 那又來啦 這邊又是5了欸 然後呢 這又是0 這邊又是0 對不對 這邊又再補一個0 好 所以又變9啦 OK 又是495 所以呢 這後面又是一樣的 那這邊呢 就一路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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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囉 所以 我們知道17除以55的話 會等於多少 0.3 然後循環是什麼 是0909在循環喔 所以要很小心 309 不要寫成長長的這樣子 這樣是0.309 309 應該是0.3 然後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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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後面兩位在循環而已 那最後一題呢 7分之1 1除以7 喔 這個呢 是一個很有名的數字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1拿來除以7一下 1除以7 好 我們知道 一開始無法除嘛 所以是0.0 這邊的話是1 7 這邊是30 接下來是4 就是28 於2下來 20的話 這邊是2 27 14 這邊是 20減14 又是6 60的話 補一個0 所以呢 7 8 56 又一個4 掉下來 40的話呢 變成多少呢 我們要5 7 35 我們要5 7 35 5 7 35 最後呢 是一個50的話呢 就7 7 49 哇 又變成什麼 又變成1了耶 又跟一開始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又再補個0 是10的話呢 又再一次循環啦 這邊又是1啦 什麼意思 這就是前面剛剛所發生的事情 14 28 57 全部會再重演一次 講得更精確一點 就是 0 7分之1 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 0.142857 這樣子的循環耶 是一直這樣子循環喔 所以這是不是一個很特殊的數字呢 這個數字 我們再有個印象一次 0.142857 6個數字在那邊循環 好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第三題 所算的這一些分數 跟我們前面也有算第二題啊 第二題這邊也是分數啊 我們要把它畫成小數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欸 這邊的小數可以畫成是有限小數耶 可是這邊的 這邊的這個分數呢 只能畫成什麼 都是無限循環小數 你看 83333333 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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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邊是142857 142857 142857 所以是一直循環下去的 那差別就在哪裡 差別就在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一個分數 恰巧要能夠畫成有限小數的話 它要長得像這個樣子 如果它不是長得像這個樣子的話 你看 我們的題目 6分之17 這能夠畫成這樣嗎 不行啊 因為它的下面 分母裡面 含了3嘛 含了因數3 這邊下面的分母含了因數11 這邊含了7 都不是2跟5啊 所以呢 最後 你就會發現 它們真的 都沒有辦法 變成有限小數 它就會變成 無限循環小數了 OK 就不是這個樣子 ?